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 工作压力是越来越大 很多人常常感到腰痠背痛 大部分都是由于身体的湿气重的原因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摘点贬豆的花 来泡水带茶喝 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是有帮助的 日常生活中有时候难免会扭到脚或者是手会肿痛 我们也可以摘点这个贬豆花 把它捣乱后敷在这个疼痛的地方 可以缓解症状 你还知道贬豆花还要哪些养生作用 关注评论区 也可以在评论区畅首预言 关注评论点赞转发收藏 长按点赞 有我相帮 具体的应用啊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 我是农民 也是民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记得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